當你剛剛移民來到德國的時候 如果你的子女已經達到了升學年齡 你最頭痛的應該就是幫她安排適合學校 在子女18歲之前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德國的升學體制 就比一般的英語國家更加複雜 例如有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可以選擇之外 公立學校本身就已經有四個多種不同的學校類型 一旦你幫她安排錯學校 很可能令她升學的路上走多了冤枉路 影片開始自然了,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還未subscribe的話按subscribe 不要錯過每一集的精彩內容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廣東話說德國 網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德國升學制度或者教育政策的內容可以參考 但是比較混亂的,因為每一個州 16個州 他們都有個別的學校體制 所以這一集我就想很概括精簡地跟大家分析 最主要你要了解的東西 讓你有一個比較基本的picture 就可以容易安排你的小朋友升學 你最主要知道的 最需要知道的 就是德國的學校體制 分五個等級 就好像香港台灣一樣 有分幼兒院 小學 中學 大學 以及持續進修 等等 如果你是剛剛移民來到德國的家庭 你要幫你的子女去安排的話 即是教育 幼兒院 六歲以下的兒童是非義務教育 即是你可以自由地安排 去幼兒院也好 或者是在家 教育也OK 但是只要是六歲以上的兒童 必須要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 這兩個階段在德國來說是一定要接受教育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關於這個學校的資訊 或者文字上面的 想看文字的話 也可以入這個網子 叫做candonesinGermany.com 小學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什麼都學的 小學就是 一視同仁 無論你的 去向 是讀科學家好 或者將來想做護士 你在這個小學的階段 都是所有的學科都要學的 一般就是四年制的小學 雖然在柏林和巴林博 他們有不同的升學制度 在小學階段就開始不同 在下一個影片繼續跟大家說 普遍其他的州份 都是四年制 小學在你升中學的時候 是非常之關鍵的 因為對於你將來究竟要進去大學 積技學校 還是專業培訓 就有很大的分別 在你四年級的時候 學校就會 分派你去不同的中學 當你畢業的時候 就有Hub Schuller Keyer Schuller 和Genantium 第四種 就是混合式的學校 老師就是根據小學生的 學業成績 自信心 和獨立能力 就是 推薦不同的學校 給他去繼續升中 但是有很多的州份 但是有很多的情況 父母都是由最終的決定權 究竟要去哪一間中學 這一種其實就是德國的精英制度 在十歲之後就要分去不同的教育 到路上 分有最聰明的人就去Genantium 比較普通的就是 Keyer Schuller 最低層次的 學生就會被分派去Hub Schuller 在這一種 歧視 不是那麼聰明的學生 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 有點操之過急 怎麼可能在十歲的小朋友身上就已經知道他的將來 究竟是一個聰明的人 還是一個不聰明的人 我們之後去到中學的 講解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做 完成了這個四年的小學之後 你就會來到這個中學的階段 有初中和高中 跟我們一樣 10歲到16歲左右 就是初中的 就介入一些 比較個人基礎通識的教育 讓他們入中學做好準備 而第二個階段就是高中 通常是15、16歲去到18歲 比較專注一個方面的職業 例如理想做科學家 或者是醫生 或者是其他電工 建築師 等等 就是為了 提供大學的入學資格 或者是 工作 專業培訓等等的資格 中學 就有 公立和私立的學校 公立學校 就是免費 有最常見的四種類型 就剛才剛剛說的 Helb Shuler 就是 被最基層的學生去讀的 就為他們去準備入去專業培訓 而做好準備的 通常就是 讀完這個 九年級 就去到 可以入去那些叫做 職業學校去繼續進修 但比較小的情況 通常就是入不到 你想要的大學 或者應用科學的大學 Helb Shuler 就是更廣泛的教育 也是為了準備入去職業學校 接受職業培訓 而做好準備的 最高去到十年級 最後 就有一個叫做末期的考試 這兩間的學校 都會得到一張叫做 中學的畢業證書 拿著這張證書 就可以報讀這個 專業的職業學校 接受培訓 有很多的情況 其實也都可以 轉去 Genasium 另一個 精英制的中學 去繼續升讀高中 那之後 就跟你講解 為什麼有些人 會 需要入到這個 Genasium 因為 Genasium就是 精英的學校 主要培訓的學生 就是為了他們可以 深入去了解 他那方面的 學科的教育 就是為了將來進入大學 以及 應用科學 學校大學 再做一個研究 在你讀完這個Genasium之後 最高是有12年級的 需要接受這個高中的畢業考試 也都稱為 大學入學 標準資格 證明 的考試 Rbitur 拿著這個高考的證書 就可以報讀大學 繼續升讀 以及 可以入到應用科學大學學習 剛剛所說的那兩間中學 是不可以直接入大學的 很多人可能很早的時候 10歲的時候就已經想著 要將來是想讀大學 再繼續進修碩士 或者是 做教授的話 那就最好是讀 Genasium這個學科 這個學校了 當然 Genasium的學生 不一定要升大學 亦都可以 轉去 職業學校 就去修讀這個 專業培訓 亦都是這個學校 亦都是一眾的中學裏面 最多選擇的一個類型 如果你是未清楚 你的子女未清楚 究竟要入 Genasium 中學的階段 就是這個 Genasium 和Genasium 是最長時間的 需要讀到12年級 而Heartschule 和Heartschule 分別都是9年 或者10年 所以就相對 是多了 兩至三年的時間 去準備 中學的高考 如果你想更加多了解 關於這個學校的資訊 或者文字上面的 想看文字的話 亦都可以入這個網子 叫做 candonesingermany.com 那就有更加全面的資訊 如果你在這個影片上面 亦都有疑問的話 亦都可以留言 或者送Email給我 就是這個網子 如果你對於大學 究竟應該怎樣選擇 或者大學有些什麼選擇 亦都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就是這個 又或者是想更加了解 以及職業學校的什麼 專業培訓又是什麼 亦都可以看這個影片 還有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以及還未subscribe的話 按subscribe 不要錯過每一集的精彩內容 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繼續 關於德國留學 升學 等等的資訊 下一條影片見 今天